桃園雞蛋加工廠 經過衛生局機場後 竟然進一步爆發出 用進口袋冒充台灣蛋事件 從7月到9月 多達158萬顆進口袋 被加工成散裝藍蛋 滷蛋 以及液蛋 已經普遍被賣到一般店家 這多滿歡樂 會歡樂喔 怎麼說呢 進口機場不是說有花霉嗎 叫錢一樣喔 叫錢你要買好的是買外的 散裝藍蛋根本沒標產地 一般人都認為就是台灣雞蛋 連下游的早餐店 小商家烘焙業者 都開始恐慌 交給你的蛋是哪裡來的 我沒有問他耶 今天你這樣子去做應該會喔 那我們的鯉蛋也是 從蛋餐送過來的 另外液蛋產品 更被錯誤標示成 產地台灣前為重災區 由於無法分辨 工賠業者透露地雷區 蛋糕你才會用到 液體蛋下去打 它一般月餅不會用到 它用量是打整桶的 就怕巴西進口袋 已經混進了台灣雞蛋 民眾到底該如何避免 才能買到不新鮮的雞蛋 首先價格是第一個 可以看出端倪的 批巴價是五十三元 那我們加上人士成本 什麼歸位有的 可能一般來講 超市一殼都要七十幾跳了 絕對不可能五十幾 第二如果是散裝藍彈 只能靠自己挑 務必要注意蛋殼 出現蜘蛛網狀的水溫 代表雖然蛋殼完整 但內部雞蛋膜已經破裂 很容易壞掉 第三選雞蛋的時候 可以利用手電筒 如果看出內部蛋黃散散的 甚至是整顆雞蛋已經不透光 代表雞蛋根本快壞了 民眾也要謹慎避開 才能買到好的雞蛋 繼續王祝文 王一婷 台北報導